37題,哆啦A夢在游泳池底部各放置甲、乙、丙三個相同規格的防水體重計,如富途所示,則它站在哪一個體重計上測量,所讀取的體重數值最小。 我們的哆啦A夢有個重量向下,同在水中受到一個浮力向上,所以它秤出來的重量就是它本來原型的體重要減掉我們的浮力。 它的浮力如果越大,那麼它所秤出來的重量就會越小,而浮力呢,一定是BVD,排開一體的體積,稱一體的密度,我們都在水中一體密度一樣,不用理它,我們只要看誰排開的多,所以誰排開越多,誰的浮力就會越大,那麼它秤出來的重量會越小。 我們可以看到甲這裡,它墨入水中的體積最多,所以它所受的浮力最大,它要扣掉的東西最多,所以它所秤出來的重量會最小。 所以第37題問我們說,則它站在哪一個體重計上測量,所讀取的體重數值最小? 我們答案選擇是A,甲。